今天做的员工餐吃糖醋排骨 排骨开出来 来 先摸一下它的排骨在那儿 排骨摘完了之后放水 给它洗一下 顺便把血水给它洗了 来 洗好的排骨 准备摘水 泡水 来 排骨穿透了以后 打出来 再次把它洗干净 放到清水里头 现在把葱洗干净 好 我们就要准备起油锅了 来 我们来炒点糖醋 来 汤匙不能炒腦了 这个糖醋排骨的汤匙要嫩一点 要让它带甜味 香料少来点 好 把柜皮塞下来 排骨下锅 来 加料酒 加一瓶红醋 加两种醋 让它的酸味更有层次 好 然后加盐 糖醋味一定要加盐 而盐还要给它加够 好 我们再加盐水下去 炒均匀 你不要看到现在颜色前往 等一会儿颜色越来越深 来 炒了以后 再倒一半香醋下去 两种醋的搭配 这种糖醋排骨的汁水 大家注意不要受的太干了 一定要带点汁水 因为它冷了以后 它还要凝固的 还要收汁 你看 这种汁水的状态就差不多了 洗锅之前再来点醋 对了 来 白芝麻下锅 马上就好了 糖醋排骨 来 这个是杨婷甸的 现在给它整一碗 带点汁水的这种 开饭了 接着午吃糖醋排骨 来 杨婷甸的糖醋排骨 这个糖醋排骨真的很好吃 打死一瓣 这个糖醋排骨真的很好吃 这个糖醋排骨真的很好吃 这个糖醋排骨真的很好吃